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它整体的体积感以及尺寸都跟飞度非常的接近 所以说这一次来去静态体验它之前 我也是去店里边体验了一下飞度的空间 以及目前飞度的一个市场行情 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咱们先从这台车的外观开始聊 外观部分我先说一下结论 这台小车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并且它的比例感也非常的协调 车头没有太多的线条 主要就是两个头灯 内部也非常的精致 是两个X字形 然后底下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个菱形的一个装饰的黑色饰板 其实它有一种水波纹的造型 并且那种菱形的造型 也是去呼应它的品牌logo 好 那咱们去侧面再看看 车身水的方面 这台车的车长接近4米 轴距是2560毫米 所以说它整体的感觉就是一台小车 但是其实它比同级别的很多车型 要显得更精致 原因就是它用了很多这种复古的造型 比如说它的双色车身 今年实拍是一个绿色的 然后官方还给提供了黑色 奶咖白色 还有一个粉色 我相信女性用户都会选择它 好 咱们再来看看细节 黑色的外后视频罩 底下这个快冲口 右侧是慢冲口 15英寸轮圈 个人感觉造型还是比较萌的 是这种水滴的一个样式 但是它是一个刚制的轮圈 外头是一个塑料罩 值得一提的是 外部有一个配置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越级的 就是它主驾驶提供了一个 无钥匙进入的功能 好 最后咱们再去车尾看一看 车尾的造型 其实是对车侧的一个延续 包括这个黑色的车顶 还有镀铬试条 都来到了车尾 并且看过实车之后 会觉得车尾真的是非常的饱满 这里有一个小压尾 所以给人一种那种 复古甲壳虫的美感 然后两侧的尾灯 内部依旧是一个X型的 底下还有一个镀铬的试条 非常的亮 总来说 我认为这台车整体的精致感 包括比例感都要比同级别的很多国产品牌车型做得要更好 好 那咱们就这车尾再来看看后备箱的情况 打开后备箱之后可以发现内部的高度真的是非常的精人 官方也表示在没有放倒的情况下 它可以放下4到5个20英寸的登机箱 一会我会坐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并且后排的座椅 也是可以5分比例放倒的 这样一来如果您去露营或者去滑雪 完全可以放下您的雪具或者是灿篮 并且官方也表示 未来会提供一些官方的配件 帮助您更好的去收纳您的物品 要说现在这汽车圈可真够卷的 裸车价不超10万的车型 就给到这样的一个配置了 给大家来看一看 首先一个双4.25英寸的大连屏 显示很清晰 全新表盘可以显示 包括现在的行驶信息 还有它的电量的情况 包括一个多媒体情况都可以显示 中共屏我认为流长度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内部其实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包括一个在线音乐导航 这些都是有的 空调也可以在这里边调节 但是50还是非常贴心的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空调的三连旋钮 调节起来非常的方便快捷 整个中共台的用料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都是这种皮质的面料 这里是一个那种类似陶瓷的一个工艺 但其实它是塑料 但是看起来质感非常的好 并且它比那种黑色烤漆材质 能减少一些指纹的收集 两侧这个门板上也都是皮质的一个用料 方向盘 完全的一个皮质 两边是一个那种金属的哑光按键 并且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定速巡航的功能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槽点 就是它的方向盘只支持两项调节 好 现在咱们先来看一下前排的一个乘坐空间 我身高1米8 前排头部一拳差不多在多一指的左右的一个空间 表现非常的好 储物方面 这里有两个杯架 这边没有服务箱了 有点可惜 前面是一个手机的储槽 腿部这个位置是一个贯穿的造型 这样一来 比如这里放一些小袋 或者一个储核都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这里 武林也给准备了两个小挂钩 比如说要买点什么豆浆豆腐脑 就可以直接挂在这里 两侧的门板也都是有杯架 并且上面这里也可以放一些杂物 好 咱们再去后排看一看 好 现在咱们先来看一下乘坐方面的一个表现 头部两指左右一个距离 腿部一拳三指 这样的空间表现 其实在腿部部分 我认为已经超越了飞度 但是它的皮质座椅 首先先来表扬一下 它的面料很好 摸起来很舒服 但是它的靠背稍微有一些单薄 腿部的支撑 对于我来说有点不够 配置方面其实后面就没有什么了 这里有一个飞架 也没有扶手和充电口 但是对于一个十万不到的一个小说来说 其实整个车内的配置表现已经足够了 静态聊完了 最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台车的车型的一个动力 续航的版本情况 还有它的对手的一个行情 首先这台车未来将会有30千瓦和50千瓦 两种动力版本供大家选择 并且续航版本也是有一个203 还有一个333公里的 所以说这台车 它未来十万左右的一个车型 肯定是一个50千瓦高续航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将会和飞度直接进行一个硬钢 飞度目前在北京地区有一个8千左右的优惠 如果南方地区有一个1万元左右优惠 会赠送一些小的礼品 而下一个对手比亚迪海欧目前还没有上市 但是以目前海洋系的一个情况来看 它上车之后的优惠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售价是完全重叠的 总来说50冰果 它在静态部分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它的外观很精致 比例很协调 内饰配置也很高 并且它的用料也很好 未来它将会和比亚迪的海鸥 还有飞度进行一个非常直面的对抗 这台车将会在3月底上市 那好戏即将上演 大家究竟会选择谁呢 在评论区跟我聊一聊吧 我是齐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